当然,我们那时候想到了自己肯定是会判死刑的 既然你决定做这件事,你就不要害怕 我跟我的几个朋友都是这么要求的 大家说我们都不怕,那我们就干了这件事 他说,在当时他知道他危险的决定 所以,第一个状态,他跟朋友们说是 一旦你有这个决心以后,你真的这么做了 你会发现,其实是那个政府怕你,不是你怕他们 一旦我们没有害怕,我们是决定 我们知道他们有害怕你们 他们有害怕你们,而不是反正 对,有的时候,你跨过了一道台阶 你会发现,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是你过去没有想象到的 因为一个专制的政府 你如果他最怕的就是说真话的人 你说真话的话,你发现是他怕你,不是你怕他 所以我觉得,你要看到你们这儿有什么政客做的事情你不满意的话 你就大声地说真话 那个时候可能是他怕你,不是你怕他 而且是同样的地方 在美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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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美国 在美国,在美国,在美国 在美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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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